肖默 吴迪 你们来了 对 还来不及全部看完 不过你们照片拍得真好 其实我只是一个记录者而已 这些都有大自然的力量 当时我还嫌你在现场添乱 现在看来幸亏有你记录 要不然哪儿来这些照片呢 觉得这些照片很珍贵 因为对那些难民来说 他们现在要重建家园 这些照片算不算一种慰藉啊 其实有些美好被摧毁了 是没有办法再重建的 比如说像这样的古建筑物 对于那些曾经深爱他们 现在却无法再看到他们的人来说 看那照片可能不算是慰藉吧 那你觉得是什么呢 痛苦 痛苦啊 言明姐 你觉得是什么呢 不好意思啊 我有朋友在这边 我去招呼脸上 你们先看 好不好 你先忙 忙吧 没想到还拍了这么多我的照片啊 似乎拍的只有你吧 飞行人里面 看到这些好像回到当时的现场啊 看到这些好像回到当时的现场啊 好像回到当时的现场啊 不好意思啊 我接一个电话 嗯 吴迪 姜默人呢 在外面讲电话 还在为刚才的事生气吗 什么事啊 看到自己的男朋友和另外一个女生 孙友灵犀 应该不是件开心的事吧 是不是一件很开心的事 不过你跟他好像很聊得来哦 说出来跟他接触了一段时间 确实挺有默契的 你现在是在说 你跟我的男朋友很有默契吗 对不起 我不是这个意思 我只是觉得 我跟他的思维方式很像 这倒是 你们两个的确非常相像 讲话都非常地直接 所以得罪了不少人 刚才得罪你 不过我觉得你们是不同的人 所以你在觉得 我跟他不适合吗 不是不合适的意思 我看得出来 肖默的眼里其实只有你 只是我觉得 如果你们想要长久地 相处下去的话 应该首先接受彼此的不同 比如说习惯或者细节等等 回来呢 不好意思啊 接到公司一个电话 让我临时准备一个短飞 我要回去一下 那我跟你一起去吧 好 那我送你们出去吧 不用送了 过两天等我回来 我们要不再来一趟吧 我过两天就离开深圳了 这样吧 我把所有的摄影作品 都集结成册送给你 也算是个留念 谢谢 不用谢 好 那我们先走了 好 你们慢走 拜拜 谢谢你的情意 一会儿我去工作 你呢就好好复习 你可不可以不要老是 用这种口气跟我说话啊 什么口气 命令的口气啊 我是你女朋友 你又不是我师父 怎么了你突然 除了开飞机 我们两个 比较互相了解之外 其他的我都不了解你啊 你喜欢什么 你不喜欢什么 爱吃什么 不爱吃什么 比如说 有没有害怕什么 或者是擅长什么 这些我都不了解啊 同样的你也不了解我吧 咱们俩这不是刚刚开始吗 很多东西 要慢慢磨合啊 慢慢 那为什么别人 只有见你几面而已 就对你这么了解啊 你说李延冰啊 对啊 上次拍照的时候 我给你鼓励 然后你就紧张 人家给你鼓励就没事 好像刚刚在那边也是啊 痛苦 还同时说出口 怎么样你们两个是排练好的是吗 当然没有啊 这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我们没有默契 那你跟他不一样嘛 那你跟他就一样了 所以你们很有默契嘛 他刚刚还在我面前说 你们两个 心有灵犀 什么情况 那个 我快迟到了 哪个 我快迟到了 咱们先走吧 走吧 你跟谁还是很有默契啊 除了跟他 有没有跟谁很有默契的 怎么跟这么多人有默契啊 先找车 行吧 行吧